连续三场把比赛带进加实赛 克罗地亚队连克三支禁旅 但当决赛的时间只有90分钟时 克罗地亚队却功败垂成 就在470万克罗地亚球迷 即将目睹新历史的创造时 法国队却用陈甸甸的四力进球 告诉克罗地亚人一个事实 世界杯冠军依然属于传统足球强国的一部分 防守足球战胜的进攻足球 得上了法国队用极其功力的文手反击在世界杯上称王 抛弃控球率 法国人要的只有进球 抛去漂亮的传控 法国人要的只是胜利 他们做到了 比赛中全场占据控球优势的 克罗地亚人也跟上一场的比利时人一样 吞下苦果 克罗地亚队2比4区区大军 这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上最好的成绩 但失利是苦涩的 尤其是克罗地亚队的球员们 他们太累了 这场比赛不少球员都是带伤上阵 这或许也是他们最终没能取胜的原因之一 赛后的颁奖仪式 姆巴佩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而莫德里奇则拿到金球奖 这是每届世界杯众多球员 梦寐以求的个人最高荣誉 当姆巴佩站在领奖台上开心的微笑致意时 人们发现当莫德里奇手捧金球奖时 他全程没有一丝笑容 登上领奖台上 他看上去有些忐忑不安 就像刚走进大城市的小海 神情中显得那么的小心翼翼和腼腆 最高调的时候 他仅仅是用右手向球尼挥手致意 脸上依旧没有挤出一丁点的笑意 与之相反的是 不远处的克罗地亚美女丛同 却激动的不断拍手 脸上甚至笑中带哭 其实莫德里奇笑不出来 从中场哨响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笑容 也没有哭 你从他的表情中看不上任何的悲欢离合 他只是静静在助力场中央 呆呆地看着对手不断地欢呼雀跃 看着这一切 一切拿到如此重要的奖项 为何莫德里奇却不开心 为何没有笑容 对有垃圾地奇在赛前的一段话 似乎道出了真相 垃圾地奇说道 我愿意用所有冠军来交换大力神杯 如果我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甚至愿意在夺冠后宣布退役 我愿意为国家的成功付出任何代价 个人无关紧要 球队才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莫德里奇来说 何尝不是如此 相比国家荣誉 个人荣誉在他面前可能一文不值 没有了世界观冠军 他们让470万特洛地亚人感到失望 或许这才是他们不开心 笑不出来的真正原因 重望所亏 当莫德里奇站在领奖台上时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甚至法国球迷也不例外 无论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